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煤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煤 肝脏也会有 肌肉也会有 因此呢 我们转炎煤升高的时候 都不一定是病毒性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 因此呢 也不一定患者得了肝炎 那我们有些病人如果得了其他的病毒 如肝胀病毒 他得了心肌炎的时候 也会导致他的转炎煤升高 这时候我们要区分转炎煤的不同情况 因此呢 转炎煤升高并不代表都是肝炎